而在教育局也有新的服务上路 这是要关心学生的学习 同时也要照顾基层老师的工作问题 因此教育局就特别设置了 学生辅导资商中心的专线 邀请专业的人员来注点服务 希望让每一通打进来求助的电话 都能够得到最妥善的协助 为了建构良好的校园学习环境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从民国100年开始 推动教师心理健康支持方案 从今年三月份起 更将进一步加强沟通模式 由原来的书面申请改变成电话咨询 这个专线来讲 我们招募了大概二十几位的志工 这种志工都是我们退休的一些 主任也好或老师也好 那么来提供我们第一线老师 他们需要的一种咨询服务 那有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 也许他们就可以在线上 马上做一些分享 只要一通电话 就有专业人员为困扰中的老师 或是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更要紧的是能够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教育局保证绝对不会有各自外泄的问题 那我们也特别强调 我们心理师也好 事工事也好 都是专业的 那他们有为服务者提供保密的 这个专业的一个伦理 我想我们都会用手密的一个观念 那当然有一些行政的问题 比如说老师的调任 续心 还有或是在行政处理上的一些问题 那没有关系 那他们会转嫁给我们 那我们来提供协助 这个咨询专线设置在大义国中的 学生辅导咨询中心 专线电话为 07-588-2600 开放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 上午的9点到12点 下午是2点到5点 也欢迎有需求的老师 能够善加利用这个管道 港都新闻黄兰军吴炳元采访报道